大家看到小鹿的情衫取消了之后 可能很大安置疑 觉得自己正在来 第一次情婚是应该不需要考考 未准备好 那郭老师我问大家 那什么时候才准备好呢 是不是情一真的出了事 分数不够帅 他影响到声中 才叫做准备呢 通常都说 哎呦我的时间够不了 又学这样学那样 那我问大家 如果郭老师真的原来没够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立即开始做我们的初恋 预备我们的情婚 预备我们的声中 各位大家好 上个星期郭sir已经开了这个小五情婚市 中英数 要认考策略广告 很多家长都跟我反映 对于今次的情婚市 非常之紧张 其实在于各位小五的同学来说 今年有考情婚市 其实都是有相当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加你放了这么久了 准备来说 可能过去的几个月 大家见到小六的情三取消了之后 可能很大安置疑 觉得自己来着第一次情婚市 应该不需要考了 但郭sir在之前的片已经说了 第一次情婚市对于我们声中来说 其实都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去影响的 所以情婚市一的一个取消 很大机会是不会进行的 代表了未来情一是必定会考 郭sir也预告了 也提过大家 真是一早去准备的了 但是各位真的没有准备过的 或者未准备的都不要紧了 现在临级好佛脚也好 最后去把握一些时间机会去预备一下也好 都要去做的了 第一件事 其实无论你补习也好 自学也好 都不要紧要的 未来这三科的小小提示 希望真的帮到大家 在中文科来说 对于你的阅读写作来说 有没有做好先 有没有预备一下 还有很多时大家忽略了 这个假期有没有拿回你中文书的课本出来 其实课本的内容 有很多的东西都会考核在试卷里面 而且占的分数也不少 分分钟都有差不多两成的分数 甚至更多 如果你完成到课本里面的内容 也做得不错的话 其实在考试里面 你已经有一些不少的基本分数了 这一点你一定要留意 好了,来到英文科了 今年我们学了Present Perfect Tense 也都学了Passive Voice的运用 对于一些阅读理解 你的Reading Comprehension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地把握到 我们去找一些字眼出来 或者在作答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一些技巧呢 数学科 大家对于一些很深的应用题 其实经常都做一些操练 也很耳熟能长的 但是有些课题其实很简单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 例如我们的复合棒形图 棒形图的也很简单 但问题上这些理解 大家都很需要细心地去研究一下 究竟怎样去做 以及看一看 究竟它们一般出题的模式究竟是怎样的 这个要留意 另一样要留意的就是立体图形 经常大家都会觉得 立体图形很轻松很简单 但是在做起上来的时候 你会忽略了一些细节位 这些都要很小心 最后一样 其实有些位置大家经常忽略的 就是方程的时候 我们设一些未知数 做一个我们要找的答案的时候 经常大家写得不好 因应不同学校 不同老师的要求 麻烦大家真的写一句 是老师要你写的一个切的句子 不要自己凭空想象 天马行空地去写出来 这样又会被扣分 而数学科学的竞争真的很大 大家都粗练得很紧要 如下四至六个礼拜 我有什么可以做 与其我们说一个预备 不如我们说最后冲刺 接下来6月8号 上学之后 其实只有半天学 如果你说真的去补习社 去补习 你要去准备什么 不是你的功课班 不是你的什么温习班 真的做粗卷班 做专货班 不要再做一些 功课班的东西 因为功课班的东西 花了很多时间在功课 温习上面 其实接下来这四至六个礼拜 你集中火力在这个粗练 无论在时间 准程度 在任何应用上 都必须做得很好 还有非常了解一个卷里面 不同题目的分布 你才可以在情分试里面做得更加得生应手 另一件我建议大家的就是 做一个分段计划 不要一次过设定一个目标 比自己在情分试要 怎样怎样做到 这样其实比较远 还有可能很难达到 分阶段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是设定一个短期的目标 两星期后我要做到一点点的成绩 在粗卷上面 无论是时间 无论是一个分数上 我们可能达到一个目标 而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再过两星期 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我们 情分试考出来的一个结果 而得到结果之后 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做一个 声钟的定位了 如果你会去补习的 或者你去选补习的 通常都会面对几个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说 儿子、女儿还未准备好 那个sir就会问回大家 那什么时候才叫准备好呢 是不是情依真的出了事了 分数不够帅子了 去影响到声钟了 才叫做准备呢 但是这个准备 是不是真的 你想见到的一个结果 或者一个过程呢 这个真的要想一想 第二个问题 通常都说 哎呦我的时间夹不了 又学这样学那样 那我问回大家 如果sir真的愿意和你夹一个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立刻开始 我们做我们的操练 预备我们的情分 预备我们的声钟 如果是的话 立刻告诉sir sir就会立刻和你夹一个时间 怎样可以好好帮你去准备好它 补习不一定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但是补习可以是一个帮你减轻到对情分市一个恐惧的方法 郭sir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 即管在下面留言告诉郭sir 和上报班的都要告诉郭sir 加上你一定要like我这条片 和share给你的朋友看 告诉他情分市真的将来 愈下的时间真的不多 快点准备一下 下次再见 拜拜